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来先帮我按赞分享开订阅一下小铃铛 谢谢大家 好 2024年美中台角力 台海战争引战台积电大产 好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台积电在美国2022年底 前往美国桑那州设厂投资亏损产重 美国即便有些补助台积电的投资 但这些补助全打水漂了 海洋老师在2021年 大家记得吗 2022年的8月 裴洛西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的总统蔡英文说 让台积电要去美国投资设厂 结果台积电的张仲萌还有刘德英他们 我当时就做了两篇节目告诉大家 这种人权至上的国家跟欧洲一样 欧洲就每天就等着政府补助一样 反正你看到法国人多浪漫 我去法国的时候看到 哇 三点再喝下午茶 不用上班 有这么好的事吗 他们的福利相当好 但是他们缴的税金50% 好 因此必须24小时 我们搬着台积电 找不到人才 台积电没有时间培养人才 这是最可怕的 最主要是美国人的心态 他们非常老大 来 接下来呢 美国人因为太过于计较时间 厂房盖的速度 比原计划延宕很久 这是损失惨重的第二个原因 时间到 我跟你讲 两个人在盖房子 四个人在看着你 哦 这是什么 台湾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开玩笑 你等一下就没工作了 老板就把你坏了掉了 你像在中国 在印度 甚至在东南亚国家 日本也是 韩国也是 人家为什么经济能够那么好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有认知 共同 共同的认知 这个没有啊 你台积电是啥 我管你呢 对不对 你金元片长那么大 那我时间到我就走人 美国政府拿他没走 来 接下来 所有的周边产业 在其他国中容易取得 因为台积电有很多 必须要去支援 台积电的周边产业 并不是台积电 这样说的算 它很多工程 很多工厂 很多的内装的东西 很多很多很多 不是一家两家 都是很大很大的公司 很大很多的厂商 他们怎么进得去呢 政府有没有补助他们 美国政府不补助的话 那怎么进得去呢 所以我当时就判断 惨了 十倍代价 如果在台湾投资 一亿在那边要十亿 可能还没有办法解决 果不其然 老师神算吧 你们去看看 我会把那一片旧影片 repeat给大家看 台积电在美国很多的周边产业 国家不愿意进场投资 这些国家不愿意进场投资 导致台积电在运作上非常困难 必须付出近十倍的代价 也没有办法达成目标 这样你们很清楚了吧 所以你想想看 开一家工厂有这么简单吗 台积电呢 张仲某现在九十几岁耶 比郭台铭大二十岁耶 想想看 他这一生穷极一生的力量呢 从美国回来以后 在台湾 政府 国民党当时的政府 所迫他开台积电以后呢 有这么简单吗 几十年下来 他花了他毕生的心血啊 来我们继续看 美国政府对于台积电的要求非常多 他们希望把台积电变成美国的 但是却添不同的 当时我们去美国的时候 他要求我们的客户群 全部要给他耶 那时候呢 刘德英董事长呢 跟张中某就说的话 他说什么 怎么可能的事情呢 Impossible OK 一直美国的补助 以及台积电的投资 这一年半投注的心意及钱财 几乎都在打水漂 两年下来呢 我们现在看到2024 还没有办法检验成果 那可见台积电呢 在美国是不是很痛苦呢 简直就是呢 被掐住脖子 然后呢 钱每天都这样掉掉掉掉掉 口袋里面的口袋的袋子 全部都被剪破了一样 不断的在破产 所以呢 台积电呢 在今年 去年底 他答应了日本 去日本 投资 日本的民情跟我们差不多 而且日本人也很努力啊 很勤劳 他们有千年事业 百年事业啊 对不对 我们台湾银行呢 我们的台湾 台湾的银行呢 像 像很多大银行 张化银行都百年了 对不对 还有很多企业的都是 六七十年了 那你想想看 人家有千年事业 传承下来的千年事业 这个亚洲人多厉害 亚洲的崛起不是没有原因的 美国是靠的是什么 knowledge 智慧 靠的是他的动脑筋 然后呢 搜刮全球的 你看那个 他的金铜这么多 华尔街金铜这么多 你们就可想而知了 对 巴菲特为什么这么有钱 他们专门在弄股票嘛 他哪里会去开工厂 开工厂绝对不是美国的强项 因为呢 当时呢 川普在任的时候呢 就已经讲了 他说我们要重建美国 有吗 他们的侨劳就 包括那个三番西四口 那个大桥 旧金山大桥 金门大桥重建 有办法吗 没有 后来是依靠谁呢 依靠中国的工程 才把它建 才把它重建 来另外一件事情 他们的房子都很老旧 你知道吗 经不起刮风 刮大风 下大雪 下暴雨 惨了 那他说要整顿 有办法整顿吗 你知道我们在台湾很幸福 当然台湾现在很多天坑 也很可怕 我们再另外做节目 我告诉各位 你知道 飓风过后 一个礼拜树还躺在那 如果在台湾 你不被骂翻了吗 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美国人是这样子 不关我事 不关我的事 你骂 你也骂不到我 对 天高皇帝远 所以我们继续看 台湾大师在2002年 蔡英文和美国达成协议 怂恿台积电去美国投资 当时大师 我就做了两个影片 忧心忡忡的说 台积电恐出尽十倍的代价 果不其然 全部在大师的审算当中 我讲我自己 你看 护国神山台积电 看这一篇 抽空台湾 然后去台化 拜登无鬼搬运法 统统带走了 这篇是护国神山 降危机 台积电股价未来如何 台积电在台湾的股价 是炒出来的 我告诉各位 台积电65%都是外资 65%是外资 请听清楚 不是台资 所以你们要炒台积电的股票 请大家把荷包 稍微垫一垫 你的分量够不够大 来 接下来 美国最近经济危机 频传波音747 陆续出大问题 经常在空中出恐怖的事情 一般表不能动 机舱门脱落 导致出现惊魂状态 电路板发生问题等等 还有它要下降 升起来的时候 飞机的轮胎 不能收起来 这太可怕了吧 你看看波音747 波音747 现在的状况这么严重 那美国有没有办法 赶快改善 现在很多国家 已经不买波音747 767 75G 我不知道它击击击 反正它的波音747 现在很惨 你知道吗 股价也大跌 另外的话 美国现在正在大选 川普跟拜登正在对峙当中 到底呢 露宿谁手 你们幕后 你们往后再继续观看我的节目 来接下来 好 所以呢 像美国呢 现在连波音747这么重大的收入来源 它没有办法去处理的话 想想看 那美国到底出了什么大问题呢 它走到巅峰以后 开始走回头路了 这样大家知道吗 每一个人都一样 像我们蔡英文总统 现在接着要下台了 对不对 好 速导怎么样 胡孙就要散了吧 所以有很多人就 没有工作了 一样道理 那一个企业呢 如果现在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波音747是美国的 而且呢 全球经验 当时啊 现在呢 变成这个样子 谁敢买77呢 谁敢买波音的 这个飞机呢 那波音公司出现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 美国都没有办法处理吗 那我们台积电在美国又如何呢 对不对 你们持续关注海洋老师的频道 谢谢你们 帮我按赞分享 看订阅一下小铃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